要撰写程式的话 它基本架构一定在JavaScript上面 它其实架构就是JavaScript上面 还会有韩式库 这个我们用到韩式库最多就是JQuery JQuery上面还有JQuery Mobile 它就一层一层一层 当然目前坊间用到JavaScript的韩式库 这一类类似的韩式库应用非常广泛 而且什么.js 什么什么js Node.js 背后也是从JavaScript演变出来 像微软里面像Visual Steel里面有TypeScript 其实也是从JavaScript演变出来 其实一堆的这种相关的应用 反正基础上面其实都是从JavaScript所演变 JavaScript的历史可以搜集到很早以前 从Netscape 可能不知道各位聊不聊解浏览器的历史 因为Netscape那时候真的红到一个不行 而且股价创新高 可是就是因为微软把那个IE内建之后 Netscape马上就从天堂掉到地狱了 OK那慢慢的话现在几乎消失了 所以它后来变成说好像那个卖给那个什么 American Unline 然后American Unline又做不起来就只好把它卖 就把它释出了就变成一个自由软体 后来好像变成什么呢 Firefox 现在可能Netscape其实它的前身就是Netscape 那目前那个浏览器里面用的语言 本来微软还会用VBScript 不过后来这东西也没人用 然后慢慢就是用JavaScript 但是JavaScript很多地方其实真的不好写 像它没有 它定义的话 它主要就是不是数字 字串就Pooling这三个 那当然如果说你写比较复杂的程式 但是就有可能因为你的资料形态不够严谨而造成错误 所以后来微软为了因应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有弄了一个TypeTypeScript 有没有根本发现新建专案里面有个叫Type TypeTypeScript 那其实也是为了解决那个就是JavaScript这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 那相关的这个技术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把JavaScript学好的话 等于是底层基础部分至少也站稳的 那它跟Java的关联性其实很多地方蛮相似的 比如说逻辑判断 比如说那个逻辑的陈述是一重两重三多重的 还有像上礼拜讲的那个回圈的叙述 重复叙述像度回圈跟坏回圈 这部分的应用其实都跟在Java里面 我想都几乎差不多 可能差异性比较大的就是那个 你能不能宣告资料形态 宣告资料形态部分的话 因为在JavaScript里面比较没有那么严谨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 我甚至后面有几个范例 都是直接从Java里面以前教过的范例 把它直接翻成JavaScript 它其实也相通的 所以未来当然如果你会写Java 你当然最好你也可以写JavaScript 反正管它写什么 反正这都相似的 其他像其他语言吧 我觉得这都类似的 它只是说它语法不太一样 像我早上教VBA 下午教这个JavaScript 如果死倍的话 那当然很多地方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再来举几个例子 不过这个可能你们自己要动手写 因为这个前面都是提供给各位现成的 那假设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程式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这些范例也都是从其他语言 像把它转过来 所以我以前教过Java的范例 其实用虚下来写也没问题 用PHP来写也没问题 用VBA来写也没问题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 只是语法稍有差异 所以如果你以后有时间的话 反正自己再延伸进去学习吧 像语言一堆 还有什么Python 还有什么 好像红的这样 反正或者其实一堆语言 那写来写去 就真的差异性有不一样 可是没有那么不同 我觉得逻辑清楚比较重要 所以后面的话请各位 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讲到这个有关JavaScript这部分 总共我们有九个范例 我们班长非常热心 我也玩了他一下 他写的那个猜数字 不过我不知道你那是不是有逻辑 因为我一直猜 奇怪怎么有时候A 有时候变0A了 是1到9对不对 1到9 然后位置对就是A 位置不对是B 因为我猜很久 可是一直 我发现是 程式 逻辑上面 还是说 因为本来猜 奇怪怎么有A的 后来变0A 这个可能再看一下 反正至少要写出来 你自己测试应该没问题 对 我只是假设性 这样子 假设性去测试 其实如果你这个写好的话 以后可以把它做一些 就是美工简单一下 其实还蛮好玩的 另外就是你可以去记录 它的那个什么 答对的 包含它的次数 拆的次数跟它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最后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的话你可以是 个别的记录的话 你可以把它存在 刚后面会讲的 不就是一个简单的 像Local Storage Local Storage就是 其实就是Key跟Value 比如说它的名字 跟它的成绩 但是它Key跟Value 就是两个而已 两个栏位 那如果你要第三个栏位 很抱歉 所以如果你要多栏位的话 可能就要用那个 后面会讲的叫 Web SQL Database 就是说 在那个我们的 其实应该算底层就是HTML5 其实我们现在前面讲的 都是网页 它只是假 叫什么 Web App 现在不是伪什么 伪装的伪吗 Web App 它实际上就是伪装 可是它底层其实就是 那个网页 那只是透过JQuery Mobile 它可以帮我们把 它网页变成很像App 让使用者看不出来 其实它是网页 OK 另外呢 当然你要伪 还要伪得更厉害一点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网页 那很多事情 手机的一些硬体装置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比如说我要接收到 手机的GPS讯号 或者是说我要照相 或者我要存取档案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JQuery Mobile就办不到 因为它是网页 网页本来就不能够存取一些外部的东西 那如果你要变成可以的话 可以有两个方案 就是引用什么 引用Adobe的Phone Gap Phone Gap的韓式库 因为这个Phone Gap主要的用途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让你本来不行 变成可以的一个韓式库 Phone Gap到底呢 Phone 手机 Gap 就是有点像帮你解决网页 其实应该算 网页的技术跟手机之间的一个 硬体控制的一个什么 一个算是帮你解决掉 刚刚不能做那些事情 但是除了Phone Gap之外 另外Visual Studio 里面也有引用一个 所谓的那个自由软体的韓式库 就是Cordova 那其实Cordova跟Phone Gap之间 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恨情仇 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是很有关联性的 就是Adobe它也把这个Phone Gap的技术 Release给Cordova 所以Cordova它的技术 其实跟Phone Gap很多地方是相似 但是Cordova又自己延伸出很多的 可能Phone Gap里面没有的东西 那Cordova又是自由软体 所谓的自由软体就是说它不是盈利的 但是Adobe是盈利的 OK 所以你说到底用哪一个比较好呢? 其实反正可以做到就好了啦 对我们来说使用者可以做到又不花钱的方法 就是最好的 所以前面我有讲过 如果你要把它转换成那个手机的APP 不外乎你就是用Adobe有个网站 就是那个什么 Phone Gap Bill Bill.PhoneGap.com那个网站 可以帮我们转换 要不就是用什么?用微软里面的Cordova 但是这个技术可能慢慢渐进的 我想我们大概就第一个阶段 前面就是把那个网页的这部分先做出来 这个地方比较没有程式部分 再来就是JavaScript的程式部分 再来就是程式可能在往上一个层级 再来就是程式可以存取一些 包含可能也不是硬体控制啦 等于就是说一些储存档案 像你的记录可以记下来 像同学的那个比如说他猜谜游戏 总共猜几次猜多少时间 那如果你只是两个栏位的 你可以用那个local storage 简单的 如果你比较复杂 你可以有多个栏位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那个database 那再来就是有关硬体控制延伸 可能phone gap或者是Cordova 这个后面我们再延伸到Visual Studio里面 因为Visual Studio里面呢 它就是引用Cordova 那你说它引用Cordova 我不能把phone gap放进去嘛 那也可以啊 你把韩式库丢进去就好了 你也可以work了 那只是说这个 大概有一些阶段性啦 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上礼拜 主要是把那个总共几个重点 把它做出来 像这个1到9个按钮 不过有同学还蛮认真的 他除了用做着按钮之外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可以把它做list view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list view好像更清楚 那只是说list view里面呢 你要怎么样去触发它 所以它的概念很简单嘛 就是第一个建一个元件 第二个给一个名称ID 第三个就是当这个网页 有没有被载入的时候 我们要去连结by的一个click的一个事件 这个click事件会对应到一个方法 应该有印象嘛 反正往后你再做程式撰写啦 大概这几招其实基本上就非常够用了 基本上 当然如果你要做更复杂的东西 它的概念也都是这样延伸出去的啦 不过有时候可能也不要太贪心啦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 你说很简单嘛 你自己落下来考试 请事情设计 这九个按钮出来 程式自己把它写出来 应该有很多人会写不出来 那比如说重点啦 这个1加到100 及格不及格 所以前三个是讲的是什么 一幅的逻辑 所以前面我们一样先建一个CH03的一个网站 建网站应该没问题啦 这个 这个是用Zenweber来做的 所以这个Zenweber我觉得在前面 开发这个Zenweber的网站 其实非常非常好用 我想应该目前没有一个工具 可以比它更简单的 目前应该找不到了 只是说因为它后面有新的版本 只是说新的版本 到底有没有更厉害到什么程度 目前还不得而知啦 因为有同学问说 有没有可能找到那个更新版本的那个 不过可能要靠各位啦 因为我目前手边是没有 没有那个再更新的版本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同学 回去可以试试看嘛 反正更新版本有更新到哪里 如果有那请各位 再把那个更新的部分提供出来 因为很简单嘛 反正你就去下载Adobe 30天试用期的版本嘛 对不对 然后再踹踹看嘛 大概里面 那首先这个 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及格不及格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 类似像这样 我会需要有个IO啦 输入 输入的话呢 就是用prong 然后输出的话用alent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把这个 就是输入 也许后面 我们会在第八章课程里面 输入里面第八章 有提到有关 那个JQuery Mobile 元件的使用 那你当然可以把输入部分 不要prong 你可以把它改成那个用 那个什么 这个 有没有 那个文字栏位 有没有 用那个文字方块的部分 让使用者输入 那输出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让它输出在 比如label 或者是某一个 其他元件上面 类似有这种应用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 当然你后面也可以是 像我同 发现 我们班长回去 有自己写那个 猜数字游戏里面 就已经开始用了那个输入了 只是说那个栏位 数字要自己判断 输入之后你还要判断 它总共输入的那个 字数吗 对 字数 还有 是否重复吗 要1到9的数字 对 只能1到9嘛 其他的都会三 然后还有如果输入两个 一样的话 你好像也会 挡掉 所以你大概 逻辑上应该也都 反正就是这种逻辑 只是去让它跑而已 所以前面的话就是说 一幅的逻辑 大概这些 它做法 我们大概第一个做按钮 第二个重新命名 第三个就是输入那个 相关的这个 一幅的逻辑 那有一幅逻辑写法 反正将来请各位 就大概把这个标准的写法 记下来 那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说 有一重的 及格 那如果两重的及格的话 就底下 三重的话呢 就是ABCD的话 有这边后面有提到 就是说 如果ABCD的话 大概怎么写法 那这些也许可以 给各位当范本 也许将来如果你遇到 类似的状况 你城市如果不太会写的话 反正至少 一样画葫芦 总应该画得出来吧 不要说 而且尽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熟 然后不然的话 你将来有bug 你也不知道bug在哪里 那通常呢 建议是不要太贪心 一次城市不要从头 就一次就写到底 因为你一次写到底 城市错了在哪里 错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最好是这个过了 Test OK 再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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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的话 有时候 有些同学 就全部啦 甚至有同学 是直接从网络上Google到的 贴上 然后错了 在哪里 找不到 OK 因为当然你功力有时候也不够啦 所以你即便用别的东西啊 还是要渐进的 渐进的复制贴上 OK 那渐进的复制贴上啦 慢慢再来改 比较可能找到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有关逻辑判断的部分 就是1234 也是用多重的来判断 再来就是回圈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有个for回圈 那for回圈后面的话呢 当然就加上三个东西啦 那最后把total给输出 然后再来就是偶数部分 就是说你在回圈里面呢 除了加加之外 也可以加等于2 然后其他whire回圈 这个whire回圈用到的机会也蛮大 这个是前置判断回 就是先判断再执行 do的话呢 是先执行再判断 ok那最后的话 我们还要讲到有关阵列部分 如何建立一个新的阵列 用new array的叙述 然后呢 把你要加的阵列呢 把它放进来 那当然除了阵列之外 其实如果大量资料 蛮常用到就是用json档 json档其实就是 类似一个概念 就是用java物件的概念 反正你将来 它一定会有一个key 冒号一个value key value 然后将来你要抓的话 就是这个key的名称 哪个物件 电 那个key 就可以抓到你要的那个资料 可以把它抓过来 那最后面应该还有机会 碰得上 好 所以前面的话 有这些题目 这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再来今天的话 当然还有几道题 我想前面这部分算是简单的 后面的话呢 我又增加几个 可能稍微又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的 甚至是什么剪刀石头布 这个我想这后面这几个是Java以前做过的 只是我把它转换成那个JavaScript的范例 那后面的话呢 大概请各位再做几个 第一道题就是说 如何做一个按钮 请输入半径 那半径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半径 假设输入一个6 还没切画面 OK好 所以我刚刚讲了很多 没刚刚有录下来 好 那就 就不从 各位也许先看一下 就是JavaScript的第三章 其实就是我们第三 程式在这边 的一个重点回顾 那后面呢 我们会延伸出去 就是说 我会有几个地方 会增加一些JavaScript更进阶的应用 包含就是说呢 第 10到15 半径 99乘法表 印出 我大概demo一下 第一个就是输入一个半径 比如输入6 他帮我算出半径是多少 但是我要取的是整数 第二个是99乘法表 输出的话 1乘1 1乘2 其实后面本来有等于 只是说一个这个Alone 这个Alone部分的话 就是 怎么样 宽度不够 所以我干脆就输出这样 像这样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 99乘法表 大概假设我今天需要 这样的一个表格 然后再来就是列出那个 心状 所谓的心状就类似像这样 我今天在Alone上面 假设我今天需要列印像这样的一个 总共有几个呢 12个 可以正的也可以反的 当然也可以金字塔的 也可以倒金字塔的 怎么做 想想看吧 反正这种这些题目 如果你未来可以很轻松的写出来 以后你要写一些在手机上面的程式 用JavaScript就会简单许多 可是不会的话 你会发现后面 很多地方你可能就会有问题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会卡住都是程式 界面好像都比较简单 那都会麻烦 在拉元件上去 绣出来没有你 可是问题 你要跟使用者互动的时候 互动完之后 还要把资料存起来 这个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虽然程式没几行 但是很多同学就写不出来 很奇怪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 奇怪了 感觉怎么变很困难 所以刚刚的东西 也许你们可以先自己再想想看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 剪刀、石头、布 跟谁呢 跟电脑玩那个剪刀、石头、布 那这个剪刀、石头、布就是说 不过因为我这边简化 简单版 所以也许未来你可以用图 剪刀、石头、布 你去网络上找图 或者自己画也可以 剪刀、石头、布 然后不过我这边用数字来代替 如果你出1的话 表示说怎么样呢 你出的是什么 石头 比如说我今天出石头 对不对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电脑也要出1个 可是这个出1个 是用乱数跑 用Mass and London 随便去跑1个 到底电脑出什么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 做比较一下 我就电脑 你出石头 我出布 你出石头 那怎样 你输了 OK 有没有 就这样而已啦 当然你可以再把它复杂化 比如说给小朋友玩剪刀、石头、布 对不对 甚至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输入方法 也许它可以用影像辨识 所以不一定可以剪刀、石头、布 然后 其实逻辑上并不复杂 但是要如何写出来 这个范例 我是在那个有一本明解Java 也日本人写的 不过后来它写的方法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 我会把它改写 所以那个逻辑是我自己的逻辑 虽然范例是它的啦 但是它写的方法 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 后来我把它改写成我自己的喜欢的写法 然后还有呢 这是几月 比如说 请问一下这是几月 July 就有点像是英文测验 那你可以改写 就是那个英文 这是几月 比如让使用者去猜 然后猜几次完成 那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这个就输入月份 如果你输入 随便输入错的好了 8月 它会跟你讲说 答错了 按确定 它还是又跳出来 直到你答对为止 那当然你拆十二次 总会拆对吧 不过它就是说 一直让你跑回 一直跳进那个回圈 所以这里的话 你可以用Fy或Do 反正就是说 直到它答对 才跳离这个回圈 所以比如说六月 July不是应该是七月 按确定 正确答案 按确定 才跳离 所以今天的话 大概延伸性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把上个礼拜的基本题 再往前推进一些比较复杂的题 那这些都是 但是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你以后程式要写 你要APP要写得好 关键其实都在程式 界面 拉界面 说真的 对 这个小case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再来 就是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再来就表单元件 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 Promptor跟Alert 因为主要是简单 反正我们focus是在程式的部分 然后面再来就把元件 把Promptor跟Alert 就是输入跟输出 改成JQ Mobile上面的元件 那就可以让它更有互动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上个礼拜重点先回顾一下 那今天我们会有延伸的这几题